老房子化身咖啡屋 看不见时下的文创风格 却充满故事 墙壁上这些画 都是我们社区的爷爷奶奶画的画 他是里长 找了一群高中同学 一起开了这家咖啡馆 把荣民伯伯的画和小作品都搬进来 老旧广播喇叭化身咖啡桌 旧门牌做装饰 还要找回食物的老味道 慢慢的就想说 回归到我们原来小时候的记忆 最好吃的其实就是记忆了 我们吃的其实就是记忆 怀念习福的背后 他们更想用这种方式守护老荣民 他的部分的决议将来 可以拨到我们社区里面来 能够提供这些爷爷奶奶 一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 亲手彩绘意义深远 这个旧的湖型戏院被撤掉了 里长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东西 叫我们来画 郑村第二代打造咖啡馆做桥梁 将上一代的文化传承给下一代 而透过彩绘社区变美了 老兵的心有了寄托 来咱们活动活动 来看看哎哟我们这个 父亲现在还在 大家新闻 派运针成另一回台南报道